弟弟是一只内向的猫 但是他长得真帅 很英俊 很多母猫也对他心生爱慕 但是由于他内向的性格 所以错过了很多小母猫 进入大学后的弟弟 对新生活充满了向往 听到同学说 昨天找到了女朋友 大学的恋爱真的很甜蜜 弟弟心里更加不是滋味 他决定出去散散心 正巧这一散心 他的缘分来了 弟弟在阳光下失落地坐着 这时 一个女同学朝弟弟的方向过来 深情地看着弟弟说 同学你好 可以加你好友吗 这一次弟弟终于鼓起勇气 大胆地说 当然可以 那我加你 然后女同学害羞地小跑着离开 弟弟顿时觉得自己的缘分终于到了 他在阳光下幻想着 自己在同学国庆面前 炫耀她的女朋友 他幻想着 和女同学露露的美好生活 一起吃饭 一起睡觉 露露依靠着她 就在弟弟准备向露露表白的时候 露露先发来了语音信息 同学你好 办校园卡吗 办的话找我可以给你打巴着哦 地弟表情瞬间凝固了 此刻的他仿佛变成了一个小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